大家好,今天是1月6日,星期四,收市之后 恒生指数今天说闷到呕 不过收市最后分一个小时时 就升到8、6点 当然对于很多散户来说 觉得很出奇,又觉得很亢奋 明明昨晚美股,尤其是纳指 说跌得很深的 但今天不用跌,还有得升 肯定还见到巴巴,升了半成 说还不是留底,好机会 想多了 恒生指数现时很明显是一个跌浪反弹 其实百多点的升幅绝对不是什么 我再一次强调 在10月份恒指弹到连均线 10天20天线升穿50天线黄金交叉 12月都可以穿底的时候 你都不要想着今天弹8、6点 以为很奇蹟日,是没有这样的意思 至于科技股ATM今天也有得升 你再看看8、8、8升完5之后 究竟升出什么样子 也都完全是一个五线空头 逢底破底 当然难得有一枝羊竹 真是不代表什么 芒格买东西关你鬼事 芒格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 所以情况就在于 首先市真是见底 我也不会买ATM 今天普障有些中药股贩 之前有些国策 有些水泥股贩 今天A股炒 没有必要在一个弱市里头 胡乱去信一日半日的行情 等于昨天临收市 本港方面防疫措施收紧 你去炒港市 1137 今天输获金 不需要 跌市里头一个这么微的反弹 继续审慎 当见不到那些反弹 我自己的看法 现时恒生指数23,500 即23,500 24,000 修复到才再说 维持住轻仓 甚至乎清仓 观望为主